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样两个字幕组合 还算比较简单啊 那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看的SCH放在一起 这一期 大家这么来看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边的C句调 是不是英语的那个 SHA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大家想英语的SH放一起 发一个诗的音嘛 就是咱们说的 这样的一个音标 一个诗对吧 而后面我们看到 SCH前面多了一个T 大家想英语的诗的音标 前面多一个T的话 应该发生叫什么 一个诗这样的一个音对吧 所以咱们对于当中 就是前面发诗 后面发诗 这样的一个音啊 很简单 来 那现在咱们直接 带入单诗当中 来看看也不难啊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单诗啊 前面一个诗嘛 后面这场读 读成SCHLAGAN SCHLAGAN OK 很简单 第二个我们看到 后面一个长音的O 合在一起读成 叫做SCHOAN SCHOAN OK 第三个短音的O啦 后面是两个S 发S的音对吧 合在一起读成 叫做SCHLOCKS SCHLOCKS 这样下一个我们看到 长音的E啊 正常读 读成叫做 SCHI呢 SCHI呢 OK 也简单 对吧 那所以下面 大家自己多考虑啊 再往下一个词 我们看一下 它跟上面这个 只差两个点 而且咱们如果 有音响的话 咱们也见过 它挺漂亮的 一个词了 它主成音叫做SCHOAN SCHOAN OK 前面诗 后面一个长音 对呃对吧 SCHOAN OK 这么来发 再往下这个也不难啊 短音的A 放在一起读成 叫做TASHA TASHA OK 以及再来啊 短音的一个A读成 叫做TESH TESH OK 以及再来也不难啊 SCHLAFFEN SCHLAFFEN OK 最后一个 这个咱们得稍微分析一下 前面一个短音的HU 对不 后面两个S 那两个S发成一个S的音嘛 合在一起 后面还有个A啊 HUSI 对不啊 HUSI OK 那最后再来一个S的话 合在一起叫做HUSI HUSI OK啊 好了 这是咱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S的音 那以及再往下 我们直接连着一起来啊 后面这个加个T 发痴嘛 大家最熟的音 还记得 这是咱们德语本身 或者德语这个民族了 前面的A和U 方的也这还记得吧 咱们叫做一个OI 这部案 合在一起 咱们读成的叫做 Deutsch Deutsch OK 再往下一个前面KLA 短音的 放在一起读成 KLACH KLACH OK 也不难 那以及再往下一行 也大家自己多来看了啊 也是咱们挺常用的一些词 比如说第一个 德意志的这个土地嘛 Lent 对不 但最后的D 别忘了 包裹成一个T的音啊 合在一起德国啦 德国的土地啊 德意志的土地 Deutsch Lent Deutsch OK 再往下这个音特好玩 中间一个U 前面一个T 后面两个S 放在一起发一个S的音 合在一起咱们读成叫做 TUES TUES OK 听着特别像TUES 对吧 TUES OK 再往下一个我们看一下 比这个多个N的词语 就懂了呗 这应该是动词了 对吧 那上面应该它的名字 以后咱们再说意思啊 合在一起读成的音道不难 叫做 KLATCHEN KLATCHEN 对吧 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啊 前面一个HU的一个短音 后面一张一个CH 合在一起读成叫做 HUCHE HUCHE OK啊 来 这咱们这一篇的发音 很好理解 对吧 那下面跟着我再来巩固一遍啊 从第一个单词开始 读成叫做 SLAGEN SLAGEN SHOAN SHOAN SLAGEN SHLOCKEN SLAGEN SHLOSS SHINE SHINE SHOAN SCHÖAN SHOAN T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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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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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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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Z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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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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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TCH KLATCH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Tschüss Tschüss Klatchen Klatchen Hutsche Hutsche OK好了 这咱们看到这样的一些词的翻译 那还是咱们挑几个比较重要的啊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这两个词吧 他们特别容易混淆 就差两个点 先说这个咱们说曾经讲过 还记得吗 它是一个美好的集合 对吧 天机好 人漂亮 性格好 心情好 一切美好的词都可以拿顺来表达啊 那上面这个少了两点的Shan呢 他的意思比较中性的 也不是不美好吧 它是咱们already那个对应的一个副词 已经 已经怎么样啊 OK 那再来旁边的这个词说Tasha 也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物件 女孩特别愿意买 包呗 对不 Tasha 袋子 口袋 包 包括咱们衣服的这个袋子啊 兜的这个东西都叫Tasha 后面这个东西呢 咱们tish的话 这可以咱们说是桌子啊 桌子 这个其实有一点像型了 当然肯定不是这么来的了 那个桌子一个柜 上面一个台子 对吧 T是一个T的字母啊 但是这个还好 后面这个词其实也比较重要 Slaven 也是咱们生活当中差的一个动作 睡觉 Slaven OK 最后这是一个语言了 Who's 这能猜到我们应该是 俄罗斯语 对的啊 俄语 Who's OK 好 那后面的几个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 德意志啊 德语 包括德国 Deutschland 对吧 最后这样子也可以放得起来记 一个名词 一个动词 也就感觉到一个构词规律了 A是词位嘛 动词的一个标志啊 它都表示我们的一个鼓掌 掌声的那个词啊 名词掌声 动词鼓掌 克拉成啊 OK好了 这咱们看到 Itsch放在一起发一个诗的音 而Tessch放在一起发一个吃的音啊 感谢观看